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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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牛 你怎么现在才来 大家都等半天了 我爸爸给我买了这辆赛车 有很多功能 太棒了 看样子很不错嘛 我也想玩 牛牛 能让我玩一下吗 我也想玩 不行 让大家一起玩玩 有什么关系 他们把我的赛车弄坏了 这怎么办 我们小心一些 不会弄坏的 是啊 就算弄坏了 我们也会赔的 赔 拿什么赔 就凭你们家那点小生意 能赔得起吗 牛牛 你 我说错了吗 老实说过 看不起人不是好孩子 我们不跟你玩了 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们不跟我玩 我自己玩 我自己玩 小河 你别难过了 就算牛牛家有钱 也不该看不起人 我记得爷爷说过 富贵和贫穷都是无常的 小河 哪天你家有了钱 买个更好的赛车给牛牛玩 看牛牛修不修 就算我们家真的有了钱 我也不会像牛牛那样炫耀的 那你会做什么 我会去帮助真正有困难的人 老实说了 师比兽更有福 愿意帮助别人的人是好孩子 我都不愿意帮助别人的人是好孩子 我都不愿意帮助别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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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愿意带了 你可赔不及 对不起 少爷 我知道了 怎么样 没人肯再借钱给我 今天是银行给咱们最后的日期 再借不到钱咱们就得搬出去了 事到如今也只能搬了 快醒醒 少爷 什么事 牛先生吩咐了 让我们收拾一下 准备离开这里 这里是我的家 为什么要离开 牛先生 他把这里卖给了银行 爸爸 妈妈 到底出什么事了 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家卖给银行 你爸把房子抵押给银行 贷款 贷款炒股 现在还款的日子到了 你爸买的那只股票又跌得厉害 我们没有钱还贷 只能搬家 都怪我不好 不该贷款去炒股 你爸爸 没有了家 我们去哪儿 刚才银行派人来收房子 咱们先离开这里 再做打算吧 爸爸 爸爸 我们去哪儿啊 咱们先找个地方落脚 我去找朋友 想想办法 下雨了 这雨什么时候能停啊 伊莎贝尔呢 他刚才还在咱们后面呢 哎 现在咱们家落魄了 伊莎贝尔他 你的意思是 他离我们而去 这也不怪他 现在咱们家虎口都成问题 哪还能发工钱给他 有人来了 伊莎贝尔 你去哪儿了 我们还以为你离我们而去了 我在牛家待了那么久 牛家一直照顾我 我怎么会不辞而别呢 那你刚才 我刚才在路边看到有卖早餐的 想起大家还没吃饭 我就去 你就去买了这三个烧饼 我们四个人 你怎么只买了三个烧饼 我只有这么多钱了 我不饿 你们吃吧 现在我们家落魄了 我给不了你工钱 你为什么还 牛先生 我虽然没读过什么书 但也明白 人活一辈子 不是任何事都讲钱的 我在牛家做保姆 牛先生您一直那么照顾我 给我工钱 让我能生活 您的恩情我永远记在心里 您不但是我的老板 还是我的亲人 我的长辈 现在您有困难了 我怎能离您而去呢 伊莎贝尔 我以前只把你当成保姆 经常呵斥你 我 我愧对你啊 牛先生 您别这么说 烧饼都凉了 你们快吃吧 伊莎贝尔 这烧饼 你吃吧 牛先生 您还饿着肚子 我怎么能吃呢 你还把我当主人吗 您永远是我的主人 那我让你吃 你就吃 牛牛 你怎么不吃烧饼 你不饿吗 烧饼这么干 怎么吃啊 牛牛 你别任性了 我们现在这种情况 有烧饼吃已经不错了 他不吃算了 别勉强他 很像那个畅饼是吧 乱饼都比较快 但是你去抓住自己的状况 魚人吃一个几小蜡 你去上耳饼都不吃了 老牛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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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在这儿等着 我去找几个朋友 看他们能不能帮忙 爸爸 我也跟你一起去 妞妞 你爸爸去办正经事 你别跟着捣乱 我没有捣乱 我想帮爸爸 妞妞乖 爸爸知道你是想帮爸爸 可爸爸的那些朋友 你都不认识 你留在这儿陪妈妈 爸爸一会儿就回来 好吧 爸爸 您快点回来 爸爸早点回来 知道了 爸爸怎么还没有回来 少爷 你再等等 牛先生可能快回来了 爸爸这么久还没有回来 一定是事情办得不顺利 求人帮忙 本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不能再等下去了 我要去帮爸爸 少爷 你要去哪儿啊 我要去帮爸爸呀 你又不认识牛先生的那些朋友 你怎么帮他呀 我虽然不认识爸爸的朋友 但是我也有朋友 我可以找我的朋友帮忙 你的朋友 是啊 牛牛 你也早点回来 知道了 妈妈 听说牛牛牛家破产了 房子都卖了 真可怜 他昨天还拿着小赛车 在咱们面前神气呢 今天落的这个下场 活该 小慧姐姐 我觉得咱们不应该幸灾乐祸 老师说了 看到别人有困难 自己在一旁幸灾乐祸 不是好孩子 蒂蒂 你是在受我吗 姐姐 别生气 童言无忌谋 你们知道牛牛家 搬到哪儿去了吗 牛牛现在一定很需要 我们的帮助 我们应该想办法去帮助她 她以前那样对我们 现在好意思找我们帮忙吗 看我爸爸对我多好 怎么了 我昨天跟他要了个画板 他今天就买给了我 牛牛 其实这样不是好事 你是在嫉妒我吧 当然不是了 你这样会长养奢侈的习气 由减入奢侈 由奢入减难 我们应该养成节俭的习惯才对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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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牛 你要去哪里啊 牛牛你别跑啊 我是小和 牛牛你别跑啊 看样子很不错呀 我也想玩 不行 让大家一起玩玩有什么关系啊 他们把赛车弄坏了怎么办啊 我们小心一些不会弄坏的 是啊 牛牛牛就算是弄坏了 我们也会赔的 赔 你拿什么赔啊 就凭你们家那点小生意 你能赔得起吗 牛牛你 我说错了吗 我没脸再见小和了 牛牛 牛牛你为什么跑啊 小和 牛牛 我知道你们家出了事 可你不该不认我们这些朋友啊 我 我没脸见你们了 牛牛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 小和 牛牛 你们一家人现在住在哪儿啊 我们一家人暂时待在城门洞里 你看 这些钱你先拿着 不 我不能要你的钱 这些钱虽然不多 但都是我积攒下来的 你就拿着吧 你们家也不富裕 你的钱我不能要 你拿着吧 我不要 快拿着 我真的不能要 牛牛 你不为自己着想 难道连你的爸爸妈妈都不顾了吗 这 这些钱你先拿去用 以后有了钱再还给我吗 小和 谢谢你 牛牛 别客气了 快去给你爸爸妈妈买些吃的吧 这钱也应该是给牛牛的 我去买彩票吧 爸爸妈妈我回来了 嗯 牛牛你去哪儿了 我去买吃的了 牛牛 你哪儿来的钱 我碰到了小和 他借给我的 你的朋友比你爸的强多了 爸爸您没借到钱吗 嗨别提了 我的那些朋友没有人愿意帮咱们 小和跟雪中送炭 真是一个好孩子 你进这么多的货能卖出去吗 啊 这批货便宜嘛 我明天去交货款 你可要谨慎点啊 这可是咱们大部分的积蓄 放心吧 这批货我仔细检查过 没有问题的 爸爸妈妈我回来了 爸爸妈妈 你们看 我中了三万元 这是哪儿来的彩票啊 我买的啊 你从来没买过彩票啊 咱们今天 我今天借钱给牛牛 掉了五块钱 就买了一张彩票 没想到啊 没想到竟然中了三万元 听说牛牛家破产了 连房子都卖了 爸爸咱们现在有钱了 接济一下他们好吗 这 小和说的对 咱们帮牛牛家租建房子吧 嗯 嗯 也好 小和 谢谢你接济我们 叔叔 你别这么说 我跟牛牛是好朋友 我帮助你们是应该的 牛先生 这张彩票您收下 这 这我怎么能要啊 牛叔叔 这是我中的彩票 现在您家需要钱您收下吧 是啊牛先生 您用这笔钱租房子安身吧 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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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货款 货款钱都没有了 小和 你怎么无尽打采的呀 我家昨天失窃了 家里的钱都被小偷掏走了 天网灰灰 说而不漏 小偷一定会被抓住的 那笔钱是我爸爸用来交货款的 现在钱没了 我们以后该怎么办呢 听说你们家借给牛家一笔钱 不如 那笔钱是借给牛家租房子的 如果我们把钱要回来 牛牛他们又要无家可贵了 我记得爷爷跟我说过 只要一心为人 存好心做好人 一定会有福报的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有人愿意和我合作生意 给了我五万元订金 真的 这么说 我们可以把钱还给小和家了 我们不但要把钱还给人家 还要重重的答谢人家 我这就去告诉小和 经过这次教训 以后不要再贷那么多钱了 不会了 再也不会了 爸爸妈妈 偷咱们东西的小偷被抓到了 爸爸妈妈 你们这是 咱们欠了人家的货款 还不上了 只能将杂货铺关闭 回老家去 等等我小和 娘娘 我刚才去你家找你 见你家的店铺关门了 你的邻居告诉我 你们一家人要回老家了 我家的货款被偷了 只能关闭店铺回老家生活 小和你别难过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有人愿意和我爸爸合作生意 给了我爸爸五万元订金 是真的吗 我家可以把钱还给你们了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回老家了 小朋友们 看了今天的故事 你们有什么启发呢 当我们富有的时候 对于贫穷的人 我们不能骄傲 不能轻视 所谓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人生又旦夕祸福 又坎坎坷坷 我们不能在别人困顿的时候落井下石 那样的话将会被所有的人背弃 人生可不要落得这般下场才来后悔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再见 随机西 翻海中 二情人 摇晕 rather 小福 他 我 哪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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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所毫的悲惧 请所无尽畏惧 神忧伤一亲友 得忧伤一亲熊 亲爱我小河南 亲走我小冒险 亲友我见识歌 亦无色人无声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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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自保 无自欺 生女仙和群群 不持台湾救狗协会 邮政华波 户名台湾救狗协会 华波帐号 5001 6766 5001 6766 银行帐号 银行带号 土地银行 005 帐号 012 001 198 660 以任养代替购买 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 台中光明山佛恩寺 起见第二届护国千佛三坛大会 时间113年3月3日起至4月16日 农历1月23日起至3月8日 共45日 地点台中市太平区长龙路三段166号 下旬电话 042270 2077 042270 2077 MING PAO 收到这种讯息也不先查证一下 不知道 真假就要转传 乱传假讯息就要准喻 我感恩 对阿 阿哥 选取期间散布会影响选情的假讯息 不但影响选取公平 还可能被抓去关喔 你看 連女孫都知道了 好啦 不敢了啦 假訊息 滿屁歸 詐騙魔鬼 一大堆 檢查證 不剛推 處罰 摸冰村 寶貝 詞曲 李宗盛 寶貝 詞曲 李宗盛 位於智藝山的泉影寺 有一處親人心脾的甘泉 自古又被稱為甘露寺 3號重建時 泉演出常有大蛇出沒 人們因為害怕而將它打死 從此泉水不再湧出 且不斷有災禍發生 雖然是瑞人的腥 西偉老百姦 西瑞昌 西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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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倍改名為泉一泥寺 後來四倍改名為泉一泥寺 在為大蛇超渡之後 泉水才再度湧出 在淦泥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